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小个碗子呀 这干嘛都站外面 你们这吃饭呢 排队了 排队 排队 这个点排队吧 来晚了 来晚了 没地方 还不到7点了 这都排队了 他们家生意一直都挺好 来晚了没位子 这家吃啥的这家 加盐菜 这种炒菜 你们看这儿常点的有什么 常点的 跑跑鸡 八匹鱼 必吃 八匹鱼 这都下酒了 喝点 多点 多点 这起着名字感觉 来这儿啊 这不喝二两不好意思 进这门 是不是 今天都生日了 这是个兽型 是吧 蛋糕了 吃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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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这蛋糕也蹭 是吧 你们也是等多少 是的 等多少时间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不是有这么好吃吗 要等这么久要吃 好吃 啥菜好吃 有八匹鱼 没有那个什么炒鸡 炒鸡 这开多久啊 这个店 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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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一样当中有二十年了 您在他家吃有多久啊 那就上来吃 记不清就多少年了是吧 对对对 开了二十年的馆子 人气这么火爆 必然有它的拿手菜啊 走 咱进店瞧瞧去 好热闹啊 这小馆子 这都喝上了 这是 看见酒啊 来这都不喝点都不好意思 是吧 你好 你好大哥 大嘴 是 是 是 你好 你好 我们来一下 好多年了 不是拖 我是实话实话 因为你们要上 上那个电视台嘛 是不是 我住这儿 离这儿也有个 一公里左右 持续持续来 尝尝 尝尝 不来有一段时间就会想 还上瘾了 对 他咱啥吸引你 八皮鱼 八皮鱼 对 他家绝对的 我在门口 就有好几个人 给我推荐他家八皮鱼 无论是椒盐也好 无论是红烧也好 刚刚的 两种做法 我看看八皮鱼 今天是必须得吃 必须得吃 我老公就十四五年前 都来吃过 太小了吧 那时候都没他 还没他呢 尝点头 人家什么菜比较好吃 这个八皮鱼 八皮鱼 这八皮鱼好在哪儿啊 这八皮鱼 就是感觉食材比较好 我看那里面 不少的蒜汗花椒 它口是重的 这个八皮鱼 味道挺好 不咸不淡的 也不麻也不辣 刚刚很好 这个肉啊 这个鱼这个大小啊 还有肉质啊 这比较美 说实际上我才看见 我一谈头看 人家菜单给盘上呢 八皮鱼 哪有八皮鱼 我看八皮鱼 第二个 第二个 红烧八皮鱼 第二个焦岩的 哦 焦岩的这个 熬炒鸡 焦岩八皮鱼 今天第一道硬菜 就是这每桌必吃的 红烧八皮鱼 八十八块钱一份 价格还不错 咱先替大家伙拿拿味儿 其实这道菜 好多店都做啊 都说他家这个味道 比较好一些 而且八皮鱼这种鱼啊 不是说是个越大越好 就这种鱼 八丈大小的啊 是最合适的 小的话这肉啊 碎 它没口感啊 太大的化质 我吃上去啊 没啥嚼头啊 这个肉是又嫩啊 又好 看人家做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表皮是过了一下油 已经烧出味了 那种葱香蒜香了 咸鲜的口 这个鱼还可以啊 最关键是 它鱼肉本身的口感 关油这个外表这个皮啊 稍稍有点韧韧的 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嫩一些的 上去里面的肉还是多汁的那种感觉 红烧八皮鱼 酱香味很足 一丝丝的麻辣 外皮有一点津津的口感 鱼肉很鲜嫩 入味很透 没有腥味 八点一分 椒盐八皮鱼也是八十八块钱 不过今天已经没了 想吃的话您自己来尝尝 大嘴嘛 刚上的 吃的这么硬啊 这家的这个炒炒鸡啊 起码能见到肝和针 其他的地方啊 你说我来一份不是整只鸡啊 嗯嗯嗯 讲不到 明白了明白了 试试尝尝尝 你看我这我这 哎一不小心加个鸡腿 啊哟 嗯�... 清ener Vegano 这个鸡 哎 炒的啊 已经特别特别入味了 因为啦 它...他们菜都挺.... 味道...味道和... 嗣 ! 浓香的口味 所以带点小马小孩 凹炒柴鸡 整只鲜柴鸡 鲜炒再炖 香味浓郁 入味很足 微麻微辣 口感筋嫩不柴 汤汁也很粘稠 是既下酒又下饭 测评分数8.2分 这个腰花 我闺女点的 一盘几乎多少 抱的那个感觉 起得特别酥 后悔见女士 是吧 评价这种菜啊 一般 重口味 还吃这个 你觉得他家腰花怎么样 行啊 没有其他的那种味道 你看这菜 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喝酒和 咱们家菜也相当于说 比较下酒 其实是味道 量比较大 这这个腰花贵吧 这腰花多少钱一块 48 那还行啊 他家小贵都不高 对对 小贵都不高 腰子确实很鲜 刀工也是非常不错 葱江水中 快速焯水定型 去腥之后 放入锅中 加入洋葱 黑木耳等配菜 快速爆炒调味 勾上少许的水粉芡 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前后只需三分钟 提到安娜娜味 看这腰花 特别考验师傅什么的 一个豆腐 一个火候 看这腰花 改得漂亮吧 改得多细啊 这功夫活 尝一口 翻炒均匀 还是变许两点三点 嗯 哦 两点三点 二点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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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嫩 还带一点点的脆口 这首先这腰子 它得新鲜 再有呢 这师傅火候得掌握很得快 你知道吧 要不然穿好了 这口感不一样啊 哇 这好吃 一点腥脏味没有 这个菜下酒下饭都可以啊 爆炒腰花 四十八块钱 火候把握得很好 腰花口感脆嫩 味道鲜香 没有一丝的脏气味 好评八点三分 是吧 咱们门口叨叨几句啊 小馆子一个 这个反正腰确实有点局促啊 坐满人之后啊 环境上上稍微一般啊 比较嘈杂些 但是它家这个菜啊 真是真的硬 个个都是这个拿手菜 而且都是家常的口味 我觉得吃饭啊 吃得能很舒服 但是约上三五好友 来这喝顿酒也是可以的 二好友包尖 总体来说啊 这家店我觉得能打个7.9分 是没问题的 就是咱今天中午有面 有肉 还有肉 还有菜 还有菜 随便吃 随便吃 对 那这 就咱仨仨夹一块 咱四个夹一块 不吃饭 那小馆子不可能啊 真的 咱四个 咱四个就四碗面都不止50块钱嘛 你先不先吧 今天那随便吃 今天要吃饱了 咱四个 但凡有一个人跟我说吃饱了 这个事 四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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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说的是正中吗 是正中啊 没毛病啊 四个人50块钱吃饱吃好 咋了呀 还能吃肉 那必须啊 但是凡你们一共能见到三两肉都能算我输啊 我发现你啊格局越来越小了 我们四个人50块钱随便吃没问题 没问题 四个人50块钱 这么 他家这么便宜吗 会员价不是一个人 肉炭13 自助的是吧 就是有面油粉 有肉夹馍嘛 还有肉夹馍 肉夹馍也是无限量随便吃 你想吃多少钱吗 半个馍 四块钱加个馍 四块钱半个馍 嗯 不是 你们吃回本吧 不是 这 这是 不敢相信这是在郑州啊 来吧 哇这人好多 在这排队呢 这还有用餐之一呢 哪啊 用餐之一呢 别说还真是 他这个 哇13块钱他确实是 掏4块钱之后啊 就享受他月度会员 然后整个月可以享受13块钱会员价 这个扫码 有会员会员价是13 没会员的是 会员18 不是会员也能吃 就是贵了点是吧 就是贵了点 是的 4块钱半一个会员 可以享受一个月的 那你除了呀 4块钱加13 17 那肯定帮会员划算 还要试试这个道理 我简单算了一笔账 咋说呀 你看啊 不办会员18块钱吃一次 这个着实是不划算 加了会员 就算吃一次也才17啊 如果一个月咱就吃10次 每次担价也就是13块4 你简直就是行走的计算机啊 但是13块钱能吃到啥呀 刚门口帅哥还说 肉夹馍也能自由 肉夹馍呀 肉夹馍 哇 涛家这个 这个焦头好多呀 对呀 哇 你看他压焦头 老北京炸酱的 还有这个鸡蛋西瓜酱的 香菇笋丁酱 红油鸡丁酱 肉丁酱 剁椒 还有这个番茄的 这有七 这八个焦头 八个焦头 八个焦头六个酱 他们这些小菜两汤 哦 可以免费吗 汤是配的 这是酸辣粉的汤 这是酸辣面的汤 出骨汤 调味的小菜 小菜啊 哦 那口你们家东西挺残忽的 后面肉夹馍 肉夹馍两个口味 别有一个了 有半个了 一个吃完可以吃半个 吃半个 对 也是自助随便吃 对 随便吃 吃完为止我们不浪费 只要不浪费就行 这要在外面卖这一个肉夹馍 能吃回本吗感觉 吃回本 能吃回本 你这个配比有点健康啊 干就完事 干就完事 我说这绝对算是比较文明的吃法了 半个会员 半个 所以说13块钱吃回本应该毫无压力吧 没问题 你俩这肉夹馍能吃几个 就一个就行了 一个肉夹馍一碗面 他家肉夹馍是两种啊 有鸡蛋的 青椒鸡蛋的 还有这个肉的 我以为他家这个肉夹馍 你要说这个弄法不是啥正经肉啊 对 他是 人家还真是好肉 对 肉夹馍真能随便吃啊 真能 我刚进来的时候还以为是鸭肉啥的 或者是品质不行的肉 结果草率了吧 这肉啊有点正经啊 确实正经啊 肉丝文理很清晰啊 关键随便吃 肉只要夹得多 一个饼他就回本了 这老板能挣钱 那你们工资谁发呀 我们老板发 老板发 老板能挣钱 你们家这还能打包带走呢 那我打包带走 就是面 它够吃都行 然后是馅一个饼 哦 饼是馅一个饼 对 自重能带这件事就很扯 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咋挣钱 我只是打包带走 人家有中央厨房 可以压缩成本 对了 咱们是美食节目 管老板挣钱干啥 有道理 这性价比高的 还是得关注一下这个味道啊 面糕干啥 面糕干啥 很好 挺劲道 这这个焦头香不香味道 加肠味吧 加肠味 就是这个饼 嗯 不太脆 哦 我就是看这个饼 不太脆 适三 想想适三 啊啊啊 适三 如果肉夹馍配个面 绝对是能吃回本 绝对够了 正常肉夹馍在外边一个得六七块吧 嗯 挺好的 现在8就快 我不了解民生不好意思 就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因为我喜欢这种筋道的鱼 不要筋道些 用不硬了没 不硬不硬 挺好的 像我今天就失手了 弄的辣椒太多了 看我们的学生 他天天来吃 这是你的学生 你学生年纪这么大吗 不好意思冒犯啊兄弟 我以为开玩笑的 人太多 然后在那排队 就随便去放了鸡 然后不知道哪个好吃 这时候就拼谁脸皮厚 我管你后面有人没人 我自己慢慢调 对 我不让 面条筋道卤子家常 吃过的都说味道还是不错的 肉夹馍的确实可以不现吃 人家还挺心细 一个或者半个的饼子 都给你准备好了 原则就是不浪费 如果硬要说有啥不足 就是饼子不够脆 排队人多的时候啊 对于第一次来的人 会有选择困难症 要不咱试试看吧 毕竟可是充了四块钱的会员呢 哇 这给它烫的 还有个小青菜啊 我给你说就吃那个 香菇 香菇贵 他们说香菇贵 我是那种人吗 是 我要是打一碗面 上面铺满菜 你不会打我 跟他没关系 他给公司的 它铺平 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儿 大家吃肉夹馍 一定要把肉铺平 铺平能有肉吗 你要觉得肉太多 吃肉腻腻腻腻腻 青椒碎挺腻 青椒碎是吧 行 我先腻了一会儿再说 我看下肉不咸还好 铺肉还带点甜口 这个肉吃上去没什么问题啊 还挺有口感的 是正经肉啊 是正经肉啊 但是他加这个饼 你知道吗 确实不打车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把它加到饼 来呢 放在面里面不香啊 说的就是 他加这个面真的是 偏硬一些啊 但确实是爽滑筋道 味还不错 还真可以 就是有点那个炸酱面打的 然后又放个番茄鸡蛋 还带点这个厚味 带点酸口 还挺好吃 还行 还行 这味道还不错 真不错 其实这个味道好吃不好吃啊 真的跟你自己 自己这个 放这个酱啊 有一定关系 肉质味还都是在线 当老板恨啊 要人人都像我这样吃 老板说我还能挣 还能挣 面条是精神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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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准备去那个 荣湖中华南A2D 那个是2号 吃个饭容易吗 哈哈哈哈 要说这不像不像有 不像有啊 虽然我们上一次没有吃上 但是这次就是我们就摸清了这个位置 刚才钻的那个地板 还是走错了 真正的地方 就在这扇大门的背后 看吧 就在这 你钻过来 就是那几辆熟悉的车 在外面都不知道这是干啥的女人 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表人先看这个烟了 鼻子可能会闻见鸟味 对对对对对对 咱这个时候见这种开车卖东西的多不 说实话也有 但是之前卖的都是一些 比如说就日常用品的多一点 但是就像这种的排面的吃的还真不多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我们因为网上预约的嘛 还没有排上 你问他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来吃 四五分钟吗 四十分钟 四十多分钟吧 你没个车来的时候动 正常的话 咱去饭店跟你说五十分钟 那就不会等 应该就走 我觉得吃饭分位很重要 分位很重要 分位很重要 我觉得是油费挺多的 你喝五十啊 你喝五十都会超到这点 游费可贵了 我每次玩来了 我第一次来 我全都加了一个多月了 我没来 现在的话大概是九个群 九个群的话马上要满了 这样说吧 一天早上回信机的话 大概需要准备三个小时 没有回复及时的时候 然后这个有很多这个粉丝 然后就是来回的就是找我那个定位 而且像我们每个地方选者的话 都选的比较隐 现在的话大概每天就是八百到一千串 就是最早的话 科实话真的没什么人来买 这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积累下来的 这一个男人就是阿南 开着自己改装的小车 卖着郑州路边最精致的烧烤 现在想吃上阿南这一口 正常流程一般是要先加到微信群里 预定成功之后 阿南就会把当天冲摊的地址私聊发送给你 第一天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盲目自信 去了曾经的地址 付出了额外请老土吃一顿的惨痛教训 做这家移动烧鸟车的话 大概做了有四个月左右了 因为毕竟是烧烤 做中面稍微广了一点 吃这个烧鸟的话 可能会觉得比较新奇一点 来点日本羊肉串 对 日本羊肉串 烧鸟这个名字听着挺古怪 其实就是日式的烤鸡肉串 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鸡的部位细分到极致 鸡腿极齿极心 这都是小儿科 鸡背 鸡关 鸡脚筋 怎么细分 怎么来 因为是他们那边的多米小吃 所以老板阿南也戏称 这是日式羊肉串 双鸟跟这个正常的羊肉串还不一样 正常羊肉串都是撒这个自然和大料 这边的话老客户他都知道 会可以选择两种 就一种是盐烤 一种是酱烤 盐烤的话可能就稍微清淡一些 更还原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 就是如果是酱烤的话 就是这个双鸟汁烤完之后 就直接站到里边 然后再拿出来 然后就放到这个碳炉上 然后继续再烤 所以说它这个碳火的话 风味就比较更足一些 酱汁咱们自摇的 对 全部都是自摇的 这个烤鸟汁越养越好 它新酱和老酱混合起来的话 它这个口感的话 风味才更足 其实跟这个卤水是一样的 是一个道理 你像日本的烤鸟汁的话 就是它新汁和老汁的话 会混合到一块 半缸新的 半缸老的 越养会越好吃 这会儿你可能觉得 我们这个话剧的颜色有点不对 我相机在那儿 爬窝了 已经没电了 人也快没电了 但是我们的相机没充上电 但人现在能充上了 对 能说就是那里的羊肉串 确实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你知道吧 我给您换一个比较好 比较好理解的一个 就是咱超个鸡顶 或者超个鸡肉 你知道吧 咱放点咽 放点生抽 奶好歹 颠颠烫 大概调出来是类似的 我说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精通肌肉 这个的话是属于 双鸟里面 比较经典的一个产品 你要整上咱去小糕店 是要干给我烤个吃黑脚了 我里面都说 你过来 你会不会 你不会让我烤 但是是不是人家这儿的风格就是这样 咱看好吃不好吃 怎么说 好吃 还可以 你是饿了吧 很有可能 咱也要做了点 烤鸟 那些胖排单 就是烤鸟糖 吃了个烤鸟酒 你敢吃个烤鸟 你知道吗 再已经吃了 还说 等了时间主要太长了 所以说就问某一吃让的话 就觉得啥个好吃 啥个有味 再说了 跟咱本地的串 确实从葱味到制作 就是各式各样的 包括它食材的味道都不一样 算是一种全体的体验 烤鸟的味道主要靠的 就是那一壶蜜汁的烤鸟汁 其次就是新鲜的食材 每天现穿现烤 巨大的工作量让阿南甜甜吐槽 本来原来做工程 觉得工程是最累的 其实要做来餐饮之后 算了 真是算了 不过面对繁重的工作 阿南也有自己的解药 这个北斗星的车的话 是属于这个K Car 它属于的话 就是一个汽车的文化 然后我们的话 用这个车 一是拉东西比较多 二是做出来这个的话 也有感觉 如果是这个CD再一放 那就一下这个氛围就出来了 看到它这样的 就是它这样的 咱不说装修了 就是它这样的氛围 包括它这样烤的东西的话 有没有一种参加 就是它家这个鸟 不但是我喜欢吃 有可能价格不通货 对 我就是这么想 性价比是什么 烧鸟的话 其实它成本不太高 但是它卖的还对的 你说它家这个咱 它家还行 它家还行 正常 我特别想过 因为我吃的东西特别少 就是你正常去吃一顿烧鸟的话 按串 或者说按人进的话 大概会多少钱 就是郑州我倒很没有吃 我在上海去了 那两个上海的话 两个人大概在四百多 那今天你们两个 应该两百多 那按照他们这个吃饭 那这儿它真的是 它有地摊的环境 地摊的氛围 同样也有地摊的价格 就是郑州的 真是郑州喝的 其实还是有点溢价的 但是你相对于这个环境 就是烈奇的心理 对确实是 如果是常见来体验的话 完全没问题 这钱咱能花得了 哎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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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食大特评 尝尝 忠忠 你们怎么不说话 在市场看花眼了是吗 不是 我主要得看着摄像别被撞着了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来市场里给大家寻找美食了 真的是很有人间烟火气 吃啥 在这边有个店可能比你都大 你认真的吗 我都已经这个开头了 那可能比你小那么一点点 那也年头不短了呀 吃啥呀 我们晚上到的时候市场里熙熙攘攘的 但是有不少人都驻足在市场门口的档口 这卖的东西有点多呀 啥都有啊 大杂烩 但是大家伙不是被种类吸引来的 而是香味 让大家喷香然后过来买的 你是问这香味然后来买了凉菜是吗 我看他们好多人都来买 不少人都是带着孩子来的 能看出来这家的口味并不重 要问吃了多久 这年头是一个比一个久啊 有第一次被味道吸引的也有回头客追着吃的 看来这家的人气可以啊 说到人气啊 也有人比较无奈 人太多 有时候就是到时间的话 就是排队排得比较烦 明白了 反正是两个场合比较快一点 他有马上数多 他有咱们拿菜 有切菜了 有咱们卖菜了 档口不大 两个窗口 一个是素菜档口 一个是卤菜档口 里面一共三个人 没有具体分工 哪边有人喊就要去哪边 忙的也是不可开交 他这个菜比较劝 适应的 河南人吃的这个菜 反正是他是比较养品比较多一点 人意可以宣泽 在一个呢 你经常吃到他会 经常好买了都经常来到他买 哦 明白了 他在运动的时候会出壳比较多一点 明白了 那您觉得是这个菜味正呢 还是这个比较经济实惠呢 经济实惠还可以 味道可以 我们看了看种类确实比较多 你能想象到的这家基本都有 可是我们还是更关心味道还有价格咋样 看看值不值得推荐 哎呀 好烦 你是不是看我们节目啊 我自己怎么那么激动啊 直接都从电动车上下来了 是不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啊 我经常看的 天天晚上看 我经常晚上都看 给我们推荐一下这家店有什么好吃的没 猪耳朵 鸡腿耳朵 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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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比较亲民 比较亲民啊 这样起来还是比较大众能接受 为什么我最喜欢身心呢 也比较泉 也比较泉 我喜欢身心呢 因为相对比较卫生化 比较卫生化 对 面积 面积很有味 很有味 而且昨天刚看过你们节目 真的呀 你喜欢我们主持人当中的哪一位 昨天看 这位姐姐 昨天看的时候 还有一个 昨天看的是 一个眼睛 一个圆 一个方的那个人 对大嘴 不是 为什么一个圆的 一个方的是什么意思呀 眼睛泡 一个圆 一个方 还有这样的操作 明白了 大嘴哥哥 今天要买猪头肉 还有烧鸡 猪头肉烧鸡 然后素菜的那个豆腐 然后它那个拉皮 拉皮 还有那个叫啥 面积 面积 刚才小朋友也提到这个面积了 他们这个凉菜条的味道 您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不是那种千边一律的 咸辣味 不是 他没有说特别甜那种感觉 因为前一段 就是去别的地方吃 吃这个咸菜之后 就没这家 就吃完之后 然后再来吃这家店 这家店比这个有味 还变香 发现还是自己家门口的好吃 对 素菜都是十块钱一斤 卖的最好的是面筋和豆皮 卤肉不同的品种 价格不同 猪头肉是58元一斤 鸡爪是38 小鸡鸽是26一斤 价格来说属于正常价格 我们要了一份面筋和豆皮 还有猪耳朵猪头肉 搭配一个菜市场 必有的食物来吃 烧饼我自备的 它这儿没有 先声明一下 我们来一口 这调过味的 很清爽 很利口 虽然是荣菜 但一点都不腻 它一看就是那种比较新鲜的 当天做的 没有那种粘腻的感觉 是清爽 并且口感 尤其是耳朵 脆脆的 它切得很薄 所以它口感上就是觉得 咸香正好 配点香菜 喜欢吃辣的再来点辣椒油 我觉得这晚餐 再配一碗稀饭绝了 不管是家饼还是单吃 都是一道特别好的虾韭菜 料味是重 就是肉香味比较 你看这是猪头肉吧 一定要配洋葱 一是解腻 第二是那种洋葱 一点甜甜辣辣的 味道 还有它那种清脆的口感 配合着这种嫩脆的猪耳朵 卤肉的味道不重 老板拌了一下 但是咸蛋口也是刚刚好 因为是提前摆出来的 所以肉是凉的 但是热烧饼夹了以后 猪耳朵脆脆的 猪头肉糯唧唧的 口感变得更有层次了 搭配烧饼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跟你说 这凉菜看上去 真的就是普普通通 谁家门口 没有一个卖调凉菜的店 但是闻着 是从来都没有的香味 这个香味 你说的像小梦香油 也说不上 它感觉就像油炸的什么香味一样 就是勾住你的蝉虫了 对对对对 来尝一口吧 好多人推荐这豆皮 哇 香不香 香 不一样啊 这会真不一样 首先不是那种千篇一律 调凉菜的 咸辣 它在这个基础之上 它会有小梦油的香味 就是弹弹脆脆的感觉 我第一次吃到豆皮切这么细 会有这种弹脆的口感 所以看上去普普通通 但其实口感和味道真的不一样 它味道上很有 就是味道很丰富 香 咸 咸味刚刚好 然后没有辣味 但是你会吃了一口 停不下来的感觉 豆皮好吃 让我再来一口 你就大口炫就可以了 好吃的 有点香味吸引你 还是口感吸引 都吸引 十块钱一斤 很便宜 好吃 我觉得真的 很独特 这个可能就是好吃 但是这个是好吃在家独特 没想到一个凉菜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 打开盖子就能闻到 冲鼻子的香味 就是很传统的 小莫香油的味道 特别的香 而且芝麻的香味很浓郁 但是我们全程都没看到 老板往里面加呀 我们这个拌凉菜的油 都是特制的 特制的 所以里面是有大料 你们自己的秘方 对的 但我没看你加呀 这油 那个油就是拌好的在里面 芝麻酱和香油在一起吧 有香油 有芝麻酱 你看它这个芝麻酱 就是那种很细腻的感觉 很丝滑 就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 肯定不止小莫香油 老板应该有自己炸的料油 提前拌到芝麻酱里面了 不过十块钱买一份素菜 是挺划算的 吃完 纯齿留香 吃完了 有话门口说 经验的应该是素菜 对 我想说的是 荤菜不错 但是这个素菜呢 一定是值得大家来试一下的 他们自己用这种现榨的 芝麻酱和香油来调凉菜 然后这个豆筋真的是 口感和味道都非常的惊艳 十块钱一斤 买不了吃亏和上当 但是其他的凉菜呢 比如说这个面筋 我就吃不太惯了 人家的特色是偏甜 我们综合一下 给他打7点8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尝试一下 注意错开这个 我实在是想不到 这样的一个店 是 几平方 对呀 有20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 就那么 对呀 就这还要排队 我的天哪 来吧 过来瞅瞅 您这吃完了吗 这是 还没吃完了呀 这等桌呀 等味呢 您也是在等味 对呀 他这平常都这样吗 那还可以吧 所以以前是来这吃过的 吃过经常来 算一个老爹 是 对 啥好吃啊 看招牌嘛 毛血旺 就是毛血旺 毛血旺那个脆肠 都可以 穿铁都也挺正宗的 挺正宗的 还不错 点了啥菜呀今天 点了 我们俩吃了四个菜 你不要说话 点了啥菜呀今天 点了一个群英灰脆 萝卜开会 萝卜开会 就是 就是 就是里边有那个脆肠 然后有那个腰花 腰花 有鸡针 然后点了个小缝毛血旺 小缝毛血旺 来这吃过没以前 吃过啊 一看那样子就没少吃 是吧 不但吃过 而且没少吃 就感觉味特别正 好多人都说这个味正 它这个正应该是怎么理解啊 怎么理解啊 是 是那个麻辣味 对 但是 它毛血旺是麻辣 但是它那个炒腰花 然后炒那个脆肠沙 就是那种酸辣 因为里边有那个泡椒 就是 菜味也不太一样 但是就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毛血旺就是毛血旺 旺的味 就是每个菜就是每个菜 味很固定 对 就是你像别的 它有的那些菜管 它可能做出来菜 都是一个味 但它这个就不一样 什么菜就是什么味 就是一菜一味 百菜百味呗 还得主持人呢 哎呀 这就可以 调一点吧 你出了这么难的体验 人家给你点个赞 很难想象 一家不大的川菜店 很多老吃点 在为了吃上一口 这里的麻辣鲜香 到了晚上八点多 还在排队 你们也是老客了吧 老客了 老客了 对 今天打算点啥菜 点了一个 必点了脆肠 然后 毛血旺 一个麻辣鱼 还有一个 辣子鸡 辣子鸡 必点就是四个 这四个菜 对还点了有其他几个素菜 不能够一直吃肉 点过了吗 对点过了 就毛血旺做的确实是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那个菜肠也是 我是个人比较喜欢的 你说它毛血旺是好在哪 味道比较正宗 就是川菜那种正宗的味道 你看有的地方到里边放了 那个料都不一样 它这里边料的还是比较正宗的 这个料是对的 对对对对 配菜都是对的 像我记得有的地方那里边有什么 那个叫啥呀 土豆粉 土豆粉就有点跑偏 对对对 那肯定不是正宗的 毛肚啊 毛肚啊 毛肚残肉啊 对 鸭血 鸭血 然后那个千丈 豆芽 这又换了一下又出来了 收拾东西 还还 还在收拾 毛血旺是这里 被大家首先推荐的美食 麻辣鲜香的味道 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回味 打听后得知 老板是第一道的四川人 在郑州已经快20年了 我家吃6年了 你不是在这吃6年了 16年都给他吃 16年 那到现在其实应该算是7年了 7年了 因为刚年过年嘛 刚开店上都给他吃 那个时候就相忠了 因为烤手拿来 我是半个四川的 老姥家是四川的 阿姨家老家是四川的 老姥家是四川的 老姥家是四川的 都好吃的 阿姨 阿姨 没回来的比点是这个 冒险网 为啥呢 这个冒险网和变的冒险网 不一样 它有那个 整个蛮四川的味 那这样吧 就像四川味是啥味 辣 辣 像河南一般出的冒险网 要不是辣 又是辣 但是 它有辣又辣一块香 就是辣辣香 就是辣辣香 就是用了比较好 对 按照大家的推荐 火爆脆肠 火爆腰花是都要尝尝 饭量和价位来说 在这样的老店里面来说 算得上经济实惠 人多一起吃的话 就更加的划算 哎呀 那就直接来咯 其实你能够感觉出来 这个小店里头 说句实话 环境 真的就是 普通道不能再普通了 对吧 而且呢 因为地方小 所以呢 人稍微一多的时候 就会很嘈杂 但是为啥依然 还有这么多人来了 那应该就是这个味道了 是吧 那来吧 我用 是吧 这个用料给的 确实是可以的 来吧 先尝尝味儿 嗯 嗯 芒乳很脆 哦 哎 它这个 它这个菜的味道啊 你入口之后 第一感觉先是香 后来呢 是带上了那么一点点辣辣的感觉 再往后边啊 就是微微的那个麻味就来了 你感觉它整个味道啊 吃起来是比较丰富的 麻辣香 三个味道能融合在一起 而且呢 到嘴巴里面之后 能分层次的给你出来啊 你看它这个毛肚的话 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实际于那种是 比较爽脆的感觉 而且呢 每种料的火候给你的感觉 就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嗯 水肠 你看一眼 嗯 这个料确实很足了 嗯 而且脆肠入口之后哈 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嚼劲在 然后吃起来呢 爽爽脆脆的 而且 这三个菜啊 虽然说都是偏重口味一点点的 都是有那么一点点辣的在的 但是呢 各自的辣又不太一样 这个呢 就属于那种麻辣 这个火爆腰花呢 它就属于那种 鲜辣的感觉 这个呢 香辣味会比较粗一些 嗯 还有呢 这样的泡椒 这整个辣味哈 你觉得它是分层次的 就是那种泡椒的那种酸辣的口味 和这种青椒的那种鲜辣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给人感觉呢 就是辣味能分出草次来 哦 这个感觉很过瘾的 第一道的四川师傅 在做菜的时候 加入了酸赏开胃的泡椒和泡菜 这两样的加入 可以让原本芝麻 芝辣的口感 变得更加柔和 更容易被接受 如果您对传菜有兴趣 路过这一家可以尝尝 新店来上新 吃货布菜 哎 今天这个 汤不要钱 你别告诉我是摩菜汤的汤啊 哈哈 没有那么简单 汤老有吃味了 那意思是咱今天吃饭不花钱吧 那倒也不是肉要钱 我们把这个经费省得出来 就可以可劲地造肉了 哦 这倒是 是不是一块美丽的表 哈哈哈哈 每次 哎呀每次不是画饼就是挖坑 反正导演就是一肚子坏水 哇人家门上打着呢 药膳汤抵免费 哇 但这家人气 在门口看吧 那家他家店人不多 我说你们不是刚吃完出来吗 对对对 咋样他家 味道不错 是不是好像是福建那边吧 福建的 对 他汤里面好像是最有那种药 味儿重吗 味儿重吗 有一点 有一点 回口的时候有一点 它还是那种清汤是吧 对对对 那肉咋样他家 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不错 对对对对 但是不是你气啊 对 牛肉有点感觉有点塞 牛肉有点塞 对对对对 你吃的是什么好吃觉得 牛管和金盐鲁 喜欢吃有口感的 对对对对 他说了锅底不要钱 但他肉贵了吗 所以说羊毛出在 不是这牛毛出在牛身上 对对对对 你好 你们这是水哪个风味啊 我们是福建的 跟那个潮汕那边是不是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主要是汤比他们好 就是肉都是一样好 对 汤比他更好 因为我们汤是药汕一样生汤 里头真的是有药汕在 这家汤比免费的火锅店 刚开业不久 我们来的时候人气一般 就赶紧敞亮 一来大家就说去看看那个呀 这不跟那个牛打宝有点像啊 不一样 汤比一样 肉的品位还挺多吗 挺多挺多 你去那边看一下 好几盆 在那 食物在那摆着呢 在那在那 我看这上面标的价位只有牛肉和牛鞭的 你像这个牛肉啊 这统称叫牛肉 这统称都叫牛肉 对 只有这个是单独 对 算是牛鞭 对 随意怎么拼都行 随意怎么拼 你们家这个肉是不用刀切的 不用刀 就捡起来它是口感筋道的 真的假的 真的 这必须百分之百分之 我这是陶灰剑啊 对 发明说用剪刀对不对 我听你口音您是哪的 我广东人 但我们这是福建的东西 那这个在福建当地也是这么做吗 对 剪刀剪啊 它就是不是特别规则 但就是说这个口感上有差别 我想象不到啊 想象不到 就这样子看到纹路 它剪的时候都可以照着纹路剪 它都不会散 哦 哦 哇 特殊是科学 那个是什么 那个肉画是看着白白的 牛划 牛划 那个是上过江的是吧 江过的 这个鱼划虾划都吃过 头回见牛肉划 对 旁边都是牛肉丸 牛肉丸 牛肉丸 这牛肉丸感真小啊 不是潮州那牛丸 它的口感呢也是那种 也很劲道 对 这儿的大厨虽然是广东人 但是自称做的风味很福建 特别是泉州特色的这种牛肉锅 一再强调不一样 养生要善很好喝 这种味道 湖南人真的吃得惯吗 它就上来你喝它的汤 你不用再等它熟啊 不用再等它 这点肉是熟的 端上它就是熟的 熟了 它只要一开锅你就喝它了汤 这个汤是真鲜 真鲜 真不错 但是就这么远距离 我已经能闻到给它那种党身的那些 对对对 用药味 本来我觉得我一看泉州 说是福建那边的东西 我觉得咱们河南人水属不符 我一吃能接受 能接受 刚刚他给我们加了一次汤 他加了汤 都是正儿八经煮好了 原汤是吗 原汤 是不是因为店家在这站着 这个汤汁确实很浓郁 很足 这个肉质也非常新鲜 一般猪中低的 人均100多一点 要说140一斤的熟肉是不便宜 这些牛肉种类都可以随意搭配 绝里红和花生米小菜也免费 店家说一般的餐标 都是半斤肉配上无限喝的汤 一天煮七八个小时 精华的关键都在汤里 你见过的客人最能喝的 喝过你们家多少 这一勺五斤 可以加好几道 好几勺 那你有两勺就是十斤了 这是用纯牛骨熬的汤 对 这个汤汁看着好深 这里面是加的有什么东西吗 有药材七八种 熬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免费加的汤也是这个汤 对 那你们这免费加 你这一天这个汤的量太大了吧 那没办法啊 那准备保质保量啊 汤卖完那怎么办 就顾心了就下班了收工了 哦 我建议他这样 本身不是汤里免费吗 我就要把锅挪出去 客人自诩 那有道理 那有道理是吧 可以了 老板 老板哭了 老板就想控制成本了 我个外套随便去那 我这个汤真不够卖了 来吧 先尝尝人家这精华 我也会是那种 清汤然后加点药进去的那种白汤 但是他下这个汤色比较深一些 哇 好好喝啊 好喝吗 嗯 它这个闻上去和喝上去 还真的 还真可以啊 它闻的话 它这个药味是比较明显的 但喝到嘴里头 感觉不到太重的药味 这为啥不早上卖 不早上卖 对 它应该早上开门 那晚上免费 早上多少钱一碗是不是 一口汤唤醒一个早上 这是我们高科的致富精 它主要这个味调的好 大骨头熬的嘛 骨腔味是柔和的 就是中和的非常的好 淡淡的 真提味了 看这牛肉 剪刀剪出来的 尝一下跟平时 这刀切出来有啥不一样 是有点馋 贵这跟店家选肉有关系 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嫩的口感 它是文鲤感很强 比较有嚼劲的那种 对 它香度是够的啊 但是你要是 不要介意那种塞牙的那种肉的话 那它家确实有点塞牙 尝尝别的故意啊 看看牛心管 特别的脆 牛心管很厚是啊 咯吱咯吱的一下炸给开了 特别厚啊 金钱肚 这个是比较筋道的 我也喜欢吃这种有口感的 证明我还年轻 这个小丸子 哇 比这朝鲜的牛丸啊 料味淡上很多啊 但吃上也是那种筋道 任中戴脆的感觉 它这个牛肉滑上去 不输它家这个丸子啊 我觉得这个口感上 要比本身这个牛肉滑上好吃 这个风味还是不多见的 它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和稀缺性 一番体验下来 这个能喝汤的全中火锅 汤头真的很好 是很顺很舒服的淡香味 和这么多优质蛋白 红绿的新鲜搭配 如果觉得不够吃 可以尝尝特色的海鱼焖饭 这一口 就沾大海边闻海风的那味 就这个味 鱼味十足 还别说 还正在配着这个吃 对好吃 来自福建泉州的这个牛肉锅 吃完了 咱们口道道几句啊 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头盔见啊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 汤底啊 就是非常的柔和 很舒服啊 这个汤 跟我们本地的这个牛肉锅不一样 而且跟潮汕的牛肉锅也不一样 想喝回本很难 毕竟啊这个肉贵 他们家这140一斤的肉啊 不分品类啊 口感都还行 除了那个牛肉本身啊 它可能稍稍有点晒牙了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总体来说 能打个3.8星啊 湿还是没问题的 挺过瘾 有特色 这家泉州牛肉汤馆 很有地方特色 清淡又能解馋 想来尝尝的朋友 看你个礼 地址就在整州市文博东路 与科研路交叉口 向北50米陆溪 泉州合成牛肉馆 美食大特评 尝尝猪肉 欢迎收看小小美食 我是孟涵 今天我们又出来找好吃的了 导演放线索 今天厉害了 今天有时刻给我们提供线索 这附近有一家 他觉得特别好吃 最好吃的 根本不可能 真的假的呀 这很常见嘛 又不是说那个没吃过的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有观众吃过 有食客吃过 说最好吃了 那还等啥 咱今天就是来替大家测一测的 而且我跟你说 咱们家还有一个海陆空组合 你等一下 咱吃了不是那啥吗 这还有海鲜 What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很好 你看这饭点 大家伙都已经坐满了 吃上饭那股热气腾腾的感觉 就看得我也特别馋了 你们这吃的是啥好 好香啊 就是铁锅炖 就是大锅乱炖 大锅乱炖是吧 对 没错 今儿替大家伙打探的就是地锅 可地锅真有陆海空吗 孟涵很疑惑 味道又如何呢 不过店里的人气还不错 可以打个七点七分 我听说这家店 吃地锅能吃到海陆空 你知道是啥吗 What 没吃过海陆空 没吃过 啥情况 没吃过 孟涵瞬间懵了 这不会是导演和摄像一起挖的坑吧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还是先来说说地锅的味道咋样吧 刚才第一口的是这种表情啊 好来一口 先就在这一口 如果不是亲爷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你真不说 然后第二口就全没了 说话只剩干饭了 对 这五斤肉没多长时间已经快没了 味道非常好 微辣这个口感是我感觉是最好的 值得推荐好吃 能拍到千三 能拍到千三 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吃肉的人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我想求认个问题啊 这附近是不是就这一家地锅 这附近就这一家吧 就这一家 所以你们是没有其他地方吃了 所以才来这 肉也好吃 好吃 比别的家的地锅炖好吃一点 更入味 然后这个味道的 咸淡辣 这个调的很适中 翻滚的肉肉 浸泡在浓郁的汤汁里 还不停地沽吐着 浓郁的肉香味也是扑面 而来真缠人 老板说 店里主打的地锅味道 属于东北风味 平时来的大部分都是回头客 而食客说 来这儿吃地锅 除了味道吸引他们 肉也是很逮劲的 花肉 鸡 还有这个白骨 哇 你们很会吃啊 听说是产鸡 你能吃出来吗 吃出来这个肉比较筋道啊 它口感有什么不同 口感就是比较筋道 香 吃地锅就是一个锅起一个香 吃过了吃过了 像咱们这一大多人 今天来这儿得点多少斤的肉 才够吃 因为主要是我们有能吃的 点了四斤肉 这锅里边能装下十斤肉 能装下 看来以前我们吃地锅都吃少了 我跟你说 这儿还适合聚餐 对 价格高吗 还行 军估摸着吃饱吃好 要多少钱 出来 去吃饭 不够吃饭 家里边就过了 交给你 那些钱 都会有点赞 不够吃吧 你们想吃吧 去吃饭 就会吃饭 去吃饭 去吃饭 能吃饭 来 吃饭 去吃饭 吃饭 你能吃饭 想吃饭 老別 這也算 老別 好像導演也沒騙我 但是好像又騙了我 可能女孩子理解的這個海 跟大家說這個海還不太一樣 對 甲魚嘛 好吃嗎 好吃 空是啥 空沒有吃過空了 沒事 我不見我能上廚的路吧 能上廚嗎 鵝會飛嗎 鵝會 鵝會飛嗎 鵝會油 鵝急了也會飛 鵝急了會咬人 五花肉 排骨 羊肉 還有羊肉 我的天啊 還可以適當的鵝驅兔肉 你會來為上 能量本年的鵝來嗎 鵝會嗎 你們會嗎 因為本命年 因為本命年 咱們尊重一下這個兔子 下一次咱們就專門點鵝 還有啥 兔肉 一鍋兔嗎 對 這個之前我們經常點 但是今年兔年呢就沒點 問一下你是不是在這家店 吃過帝國兔 其他店都沒見過 沒見過 就問了一圈大拿在這桌 其實根本就不是我們導演說的 海陸空這麼簡單的三種了 這山裡的草窩裡的都能吃到是嗎 對 種類上應該是 很佔優勢了 應該是十分了 因為人家兔肉啊啥東西 包括現在還有大鵝 其他的家沒有這麼全的 給他們打個分 滿分是十分 能給幾分 滿分十分的話 就是吃過這麼多帝國盾 應該可以打9.5 9.5 你來解釋一下吧 海陸空都是指什麼 海裡的就是那個 鵝嘛 鵝不是在水裡嗎 還有甲魚 陸是雞子 雞 那空是什麼 空的話 就雞子飛起來就是空 你的陸地是什麼吧 雖然也可以這樣 所以我理解了海陸空 是有海鮮 其實不是 就是在這兒能吃到很多不同種類的荤菜 可以過癮 這 這真弄了半天啊 陸海空原來是他們啊 孟寒很是意外 不過你還別說 他家的食材確實夠豐富的 也是一個過肉癮的好地方 而且肉和佐料 也是當著10顆的面操作的 蓋上蓋子燉上30分鐘即可 那咱也趁著這個時間 來上一份大家伙推薦 比較多的品嘗一下 也替大家伙拿拿味兒 那地鍋也已經好了 有沒有聞到一股 特別濃香的味道 還有它這個料 聞著真的很香很爛 這塊肉我輕輕一碰 就幾乎要掉下來了 很筋 它裡面因為燉的時間夠久 就是很軟很好嚼 就是筋和彈還有軟 結合在一起 很香很香 而且這個味道真的特別入味 雖然它的料放了很多 但是完全沒有影響這個雞肉本身 那股雞肉的肉香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10顆說的那種 辣味香味還有麻味 都結合得非常好 我們這個五花肉 放進去的時候 是非常大片的 但是現在它裡面 肥的部分已經變成薄薄的一層了 好吃 肥的部分入口即化 連著那個皮 它會有一點彈彈的 有點像軟的皮凍的感覺 然後它瘦肉的部分 一冰點都不柴 反而是吸了湯汁之後 在嘴裡就是軟軟的 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燉排骨 這個比雞塊還脫骨 還軟 還好嚼 很香 而且我要誇一下 他們家這個味道 我吃很多地鍋就是 越吃越鹹 它們的料味很足 鹹味也是很重 但是這個就是完全 相得益彰 誰都不會影響了誰的味道 真的是越吃越香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想吃地鍋的話 最佳推薦 而且選擇的種類很多 但就是有一點 今天我們來就是 這麼多的種類不是很全 肉質細嫩 略有嚼透 越吃越有味兒 還有彈性 口感很是不錯 可以打個八分 肉很入味兒也很透徹 就連骨頭瘋裂都浸滿了湯汁 味道鮮美 鹹蛋剛剛好 也沒啥異味兒 打個八點一分 喜歡的朋友 不妨來試試 吃完了有話門口說 今天給大家打探的 這一家賣低鍋的店 首先要肯定一下 它的種類是真多啊 我們拍過那麼多家地鍋 可能這家店是 葷菜種類最全的 雖然今天沒有吃到 但是我覺得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來嘗試一下 然後說一下 它這個地鍋的味道 雖然沒有讓我覺得 有很大的驚喜感 但是就這個重規重矩的味道 它是好吃的 該有的味道都有 但是又沒有齁鹹 讓你覺得吃完之後 就只剩鹹味兒了 就這一點我覺得 還是值得大家來嘗試一下的 我們給它打分 7.8分